近日在四川成都一住宅小区内 台湾青年许振奎正在拍摄视频素材 从三年前上海的一名台企员工 到如今网络上小有名气的视频博主 27岁的许振奎用视频讲述着 自己在大陆的所见所感 与众多到大陆发展的台青一样 许振奎感受到了大陆的发展机遇和经济形势 但在大陆无亲无靠的他 不顾家人阻拦 毅然决然踏上自己的寻梦之路 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就看新闻啊 或是看一些报道 就觉得大陆其实现在互联网环境是非常的厉害 各个平台都有很多的机会 然后我就觉得会想要来大陆去尝试一下 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自己付出的同时你要去做很多功课 如果想来大陆工作的台湾年轻人 我觉得还是蛮乐意 蛮鼓励就是大家一起来的 就是我觉得在工作的能力提升方面 不管是工资还是你的格局跟世界观 都是会有很大的提升 2017年他只身一人前往西安 作为一名背包客在大陆西北部游历 期间他看到了一些被岛内媒体妖魔化的大陆最真实的一面 这让他按下决心做点事增进两岸间的了解 随着许振逐渐适应并熟悉大陆的生活 他时常利用闲暇时间拍摄自己融入大陆的趣事 并且剪辑上传收获不少粉丝 同时也遭遇了部分台湾网友的恶意评论 甚至有曾经的同学朋友因此取关拉黑他 但许振逐说自己是对的 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比如说大陆人看我视频可能更了解台湾人的生活 然后台湾人可能透过我视频会更了解大陆人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就是互相了解一个很重要的点 大陆数朋友的人都是那种没有来过大陆的 我就想说你没有来过大陆凭什么资格说大陆不好 就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眼见为凭 就不是说人家说什么你就觉得是什么 而且是要真实你亲自踏到这个土地上 然后亲自认识自己的人 你才可以觉得说就是是一家人的 没有差别都是一样的 不都是讲中国话 现在许振逵已经成为一名专职视频博主 多个平台已累计数十万粉丝 直播带货 美妆测评 产品推荐 许振逵正在积极融入大陆互联网业态 五花八门的发展机会 给了他实现买房目标的可能 许振逵说未来他想留在大陆 把家人接过来看看 鼓励更多台湾青年到大陆奋斗 其实我自己做短视频也有一段时间了 然后我觉得以后会想要把这个工作 当成一个事业再做吧 就想要自己想要把它做大 然后把它做好 然后可能视频质量再提高 然后我觉得未来也想要在这边长期发展 就譬如说在成都买房啊什么的 就这边其实平台机会都比台湾多很多 更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还有一些想法吧 对不起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